嗨大家好 今天我们分享肝尖青砖鱼的做法 鱼去头去内脏洗干净 那如果你就买了一条 那就从尾部这里下到一破二搞定了 那如果你买多几条了 我就会把尾头各去掉一段来红烧 一下处理了 异于爱吃 中间段我们用来烤或者煎 中间有一根大骨头 那你下刀的时候 刀要在骨头的上方 然后贴着骨头 往下用力往前走 手一直在鱼的上方 破开后撒上一层薄薄的盐 淡淡的不要太咸了 其他什么调味料都不建议放 不要盖住它本身的香味 放上半天或者两三个小时以后 就可以做成美食了 用不上的就包装好 直接进冻柜 锅微微热了 鱼就可以放进去了 青砖鱼马椒鱼这类鱼 它的油分很多 所以我们不需要加油了 如果你怕粘锅 可以底下涂一层薄薄的油 鱼下锅后 转温温的闻火 盖上盖子 三五分钟内 你都不用来管它 听到有响声了 就是出油了 我们可以把火再转大一点 然后这样摇动一下 再等个一两分钟 是你的火候大小 现在我们来看看 最起码有六七分熟了 我们翻面 翻面后 要马上上猛火 不能再用中小火慢熬 不然鱼肉会变财 用大火猛烘 差不多半分钟上下吧 就可以了 这样煎出来的鱼 才会水水的 翻面 鱼皮再煎一下 就可以吃多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